2021年,我国航天员完成空间站首次出舱任务 其中,有一系列载轨维修工具成功辅助航天员完成的此次任务 便携式脚线围器,是舱外维修时重要的辅助设施 由航天员安装到机械臂末端,用于航天员的身体线位 其包含四个关节自由度,可以调整姿态 舱外操作台,用于挂放设备和维修工具,与脚线围器配合使用 左右载物杆,可停放带把手的设备 通用接口,可停放带通用新的工具或设备 微型工作台,随航天员除舱安装在其腰部 类似一个多功能腰带,可携带舱外电动工具 舱外通用把手和舱外扳手 有时航天员需要舱外移动扶手来助力 它有长度、角度调节功能 舱外电缆防飘装置可以固定、飘移的电缆 避免影响航天员更换设备 航天员可单手持舱外通用把手 对设备上的把手底座进行快速锁电 完成抓取和转移设备 便携式安全带,用于舱外设备及维修工具的防飘 通过两端的挂钩进行连接 挂钩具有自锁功能 舱外电动工具用于拆装舱外设备的安装螺钉 能够适应舱外真空冷黑环境 具有定力矩、正反转功能 配备加长杆 适应不同高度设备的维修 舱外扳手是舱外电动工具的备用手动工具 这些舱外维修工具为我国空间站长期载轨运行 提供了有力保障